大家好,我叫莫莉,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是一名在民间学院学工商管理的留学生。 我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他们散发着独特的美丽。 在富州,我喜欢各个小巷走走广广,也尝试用相机将我看到的记录下来。 在来到中国之前,我便对中国的古琴十分感兴趣,隔着屏幕看古琴演奏,我感受到了它与西方语气的不同。 今天我很荣幸地能去摆放通光明派古琴的飞一圈成人李浩。 他也刚好是我们民间学院的老师。 在学院里,我们也总能看到他带着他的机子在西琴吟唱。 一把好的古琴的诞生,离不开选好的材料和精湛的琴技术。 你也来试一下吧。 把这个鹿角窗放到这个石槽里面,把它搅碎,然后再倒到那边生气过去。 一点点。 力气要大一点。 直接倒进去就好。 可以讓鏡頭把它放開 第一 加油 好啦 來 listened to the Eye 這叫刮灰泰 試一下 可以的 按下去一點 按一點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底胎的厚度跟均匀它都会影响到每张琴的生意 真是不容易啊,就简单的一道工序里的一小动作都把我难倒了 是的,传统的东西呢,具有岁月的沧桑和文化的沉淀,十年,百年,千年以后呢,回头看呢,它还是一个好的东西 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刚好呢,我们情有今天有一场五行雅集 你要不要过来一起试一试呢 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好的,请这边走 高尚旅学与之一,为了让我更好地融入这个氛围 母亲老师特地带我去换了一道韩服 这是我第一次走饭三番七巷的小园子 也是第一次穿韩服 以前我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韩服 但是很遗憾没穿过 今天一下子圆了我两个小愿望 快跟我进去看看今天的亲友会吧 古亲因其生活的内涵 高压的形质 优美的旋路和亲人性癖的音色令人屡恋忘 小朋友,你跟着李老师学弹琴学几年了? 一学期 那你觉得慢吗? 不简单 那你喜欢当野心吗? 喜欢,因为喜欢才一直过来学习 我的朋友们都学钢琴小提琴 但我更喜欢鼓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我希望能有一天能跟老师一样 弹出自己的感情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李老师 你们猜是什么吗? 老师好 你好 老师,传统国亲传统到现在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当然有的 因为童光敏派古琴是道禅琴演书体系 是文人琴,以琴道传承为主 童光敏派古琴培养传人的目标有三个 一是会弹琴,二是会创作,三是人宏道 要达到这样的人才的培养目标是非常有难度的 讲要说就是既要明道又要自用 您和我们今天来的一些小朋友 加入了我们 也是这几年来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对于小朋友呢 我们是非常强调古诗词的颂读和弹琴并重 古代弹琴人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读书人 而颂读和创作古诗词呢 是成为读书人的一个有效途径 另外呢,古诗诗的意境与明道是相通的 现在我们福州童光敏派古琴呢 在省内已经有十多个传承基地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爱好者加入我们 我今天跟着李老师做访了她的情诗 参加了他们的情诱会 真的深深感受到了古琴的美丽 古琴作为一厢肥物质文化遗产 它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和喜爱 它就是一座宝藏 等着我们去探索 如果你下次来福州 也非常欢迎你来明镇学院 我们一起体验古琴文化 等你哦